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德这个地方啊 面积虽然不大 但是在这儿发生的这场会战 是今上海南京台儿庄之后最大规模的一场战役 日本人啊 务必要拿下长德 为什么呢 首先说他这个地理位置 长德是湘西住这儿 而且是川柜的大门 要是把长德拿下来 就等于啊 第六战区全拿下来 而且现在呢 长德已然是进入四川大后方的唯一的这么一条步骑线 所以日本人啊 知道长德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务必得把长德拿下 那么我方呢 更明白这个道理 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 就向罗斯福表示 一定要保住长德 所以他回来 命令薛月和七十四军的军长王耀武 死守长德 要与长德共存亡 这就意味着 这就意味着 中日之间在长德这儿必然有一场恶战 那么 1943年4月份 七十四军呢 进驻长德了 当时长德已经空无一人了 整个长德城是一座空城 那么七十四军进来之后 先派兵把家家户户的门都关上 那么军长就下令 不许任何一个当兵的 私拿老百姓的物品 否则军法空属 那么渐渐的 长德居民啊 开始回来了 那么七十四军的又派兵 帮着老百姓啊 担行李 安顿他们回家住 可是好景不长 到了十一月呀 听说日军要来了 刑事一下就紧张起来了 那么老百姓呢 还得撤出长德城 七十四军所有的官兵 协同的地方机关 组织老百姓撤退 那么七十四军下令 谁要是私拿老百姓的物品 或者帮着挑行李收老百姓的钱 军法从事 就这也有不开眼没出息的 有一个上等兵 帮着老百姓啊 挑行李 收了两块大洋 怎么样 枪毙 处军了 可见七十四军的军纪啊 是相当的严肃 那么老百姓也都撤走了 日本人也来了 当时就把长德城四面围住 五十七十四的师长 于成啊 率领八千虎根儿郎 复守长德士 那么日军来了多少呢 三倍于于成万的兵力 而且有飞机大号 这一场猛攻啊 那么于成万带领的人 是坚守四门寸土不让 经过两昼夜的浴血纷战 到了二十六日凌晨呢 暂时停战了 于成万呢 经过统计 所率五十七师 一共八千三百一十五个人呢 还剩五百多人 可见当时战况之惨烈 但是日本人半点好处 没逃走 打死打伤 他们数千余人呢 往在北门脉头 日本人死尸 经过事后清点 就是九百八十八局 日本人这下急了 指挥长德战役的 这个日本军官呢 当时就增加兵力 这会儿啊 长德周围的日本兵力 已然增值了六万余人了 您还别说城里的 就剩那么点人了 就是最一开始的时候 八千人 那也是一一 第八呀 六万人加上飞机大炮 一块儿打 那还兵得住呢 最后就是打破了 长德四门展开了巷战 那就是中日双方 都在民房里边打 墙上掏个窟窿 对着射击 弹尽良爵 子弹手榴弹都打完了 怎么样 白刃相见 展开肉搏战 战到最后一兵一卒 最后啊 给于成万打的呀 身边就剩几个 还剩八个人 这八个人决定啊 带着师长 突围出长德 当时就留下了169团的团长 柴毅欣 最后 柴毅欣 跟其他五十一个战士 也都死在长德城里吧 这个于成啊 带领所帅八千儿郎 经过了16昼夜的浴血纷杖 这才算 逃出长德城 但是牢牢的把日军拖在长德 16个昼夜上 那么当王妙武 带着五十一师反攻的时候 又打了六天 这才复夺长德 这场长德战役呢 到此 这才算告一段落 那么这一仗 一共消灭了日军 一万多人 日本人一点便宜没得到 被打的 不得不退回了长江北岸 这一仗 于成万所帅 八千虎奔而拉 最后仅生还 83个人 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铺鞋了我国抗日民族英雄 光辉的一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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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